现在谈到无土栽培 咱们很多朋友想学习无土栽培 但是不知道无土栽培 到底包括哪几部分 无土栽培,包括水肥一体化 这些都可以大大的节省 咱们劳动力的一个成本 这期的视频我想和咱们朋友们一块去聊一聊 无土栽培应该配备的一些东西 包括水肥一体化 配备的一些东西 第一个是要上水肥一体化的设备 这个是总的控制台 然后我们把肥料需要每次配比的肥料 依次倒入123桶里面 然后点击开关搅拌按钮 然后点击开关进行操作 然后就开始浇水追肥 这样子去进行了 这个就是三个肥料桶 那么整个这套设备可以控制到实际亩地 123亩地 这个白色的桶是除水罐 除水量比较多 比较大 然后呢 我们呢 包括有这种种植草 大家看看吧 那么底下呢 有这个铁架子 这个铁架子 基本上地面是1米2左右 实际上这个铁架子 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啊 也可以做到这个1米1米的一个高度 这个铁架子的一个高度 那么种植草啊 这个高度大家看到了吧 因为我们这个种植的是番茄 包括黄瓜 我们这个种植草的高度啊 是20公分啊 这个高度是20公分 那么这个种植草的上部的高度啊 是35公分啊 35公分啊 这个底部啊 基本上是20到25公分之间 这是一个种植草 种植草 里面这个东西啊 我们用的啊 是椰康 同时呢 还包括这根地罐带 主要呢 就是包括这一部分组成啊